哈林加莫愁看称中国好声音最受关注的师徒 虽然于正庆在前不久接受采访时笑言 他与莫愁有代沟 难成朋友 但莫愁似乎一点也不介意 他与哈林正在一起筹备的全新专辑 是莫愁当下最大的期待 新专辑正在筹备中 然后前几天有发布一个MV 叫做就现在那也是非常亲情打造的一个MV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然后他当中的一些服装啊 我觉得和今天的这个主题也蛮契合的 就是各种颜色 然后包括场景的搭配 场景的配色都是非常棒的 然后我觉得值得大家去看 然后新专辑我一直在努力 然后在认真的一些作曲当中啊 或者作词和哈林老师一起筹备 对 希望大家期待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吴莫愁以一身锚钉超短群帅气献身 一去Crystag霸气十足 一下子将门带回去年那个I want you的季节 中国式的齐刘海 极具个性的嘴唇和一口爽朗的东北枪 成为那一个时期最涉意的话题 然而经过一年的洗礼 吴莫愁的裁风更加成熟 举手投足间少了些许智气 标志性的东北枪也收敛了不少 而面对媒体的各种刁难 吴莫愁也能应对的游刃犹豫 你这个代言都是蛮大牌的 是不是特别挑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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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好 我们 我觉得是 我是很幸运的 然后有很好的一些合作 然后包括我自己 也非常的喜欢私下 喜欢自己化化妆 然后自己研究研究一些东西 代言费是不是也有过的 代言费的话呢 这个你就淘气了 其实还好了 我觉得像能和这样的大品牌合作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那些东西我都是不去想 交给公司就好了 我很信任我的公司 风鲜娱乐上海报道